我是佩琪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琪 蝴蝶 今天 仓鼠兽医在佩琪和乔治的幼儿园 你们好啊 孩子们 你好啊 仓鼠兽医 仓鼠兽医带了一种 会让人激动万分的生物 要展示给我们看 你们能猜到这里面是什么动物吗 是一头鲸吗 不是 它比鲸要小很多呢 是一只蚂蚁吗 不是 它比蚂蚁要大一些 那是一只大蚂蚁吗 这里面装的是毛毛虫 哇 里面有好多毛毛虫 是的 这条身上有条纹 条纹有助于它将自己 隐藏在草丛里面 这条身上毛隆隆的 我们可以摸一下吗 哦 不行 莫莉 它可能会害得你的皮肤发痒的 这条有斑点的在吃叶子 是的 毛毛虫很喜欢吃叶子 接下来我们就给自己纸上的毛毛虫 涂上颜色吧 太棒了 我要给毛毛虫涂上斑点 我的毛毛虫是橙色的 我觉得黑白条纹看上去很漂亮 画得很漂亮 孩子们 现在谁能告诉我这树枝上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一片树叶 它或许看上去很像树叶 不过它不是的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蝶蛹 它是毛毛虫在睡觉的时候 用来给自己藏身的一个壳 它是不是就像一张舒服的床一样 是有一点相似 不过你去舒服的床上睡觉 在你醒来之后 你仍旧是原来的小猪佩奇 是的 但是呢 当毛毛虫从它的叶涌里苏醒之后 它就会变身成为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动物了 你们大家能猜到它变成什么了吗 一头巾 一个海盗 它是不是变成了一条超级毛毛虫啊 不是的 全都不是哦 看呐 它在动了 这个蝶蛹在孵化了 哦 那是什么 恐龙 那根本不可能是什么恐龙 乔治 原来是一只蝴蝶 毛毛虫变身成了一只漂亮的蝴蝶 你们有没有谁想要给这些纸蝴蝶的翅膀加一些装饰呢 我 我 我 孩子们都在装饰着美丽的蝴蝶翅膀 哦 真好看 我们可以来跳一只蝴蝶舞吗 可以啊 当我们不能以蝴蝶的形态开始 对不对 孩子们 是这样的 已经毛毛虫睡觉的时间了 要非常安静哦 孩子们 想象一下 你们睡在舒服的蝶游里 感到既舒适又安全 醒来后 你们就要变身为不一样的动物咯 灵阳夫人和仓鼠兽衣 悄悄地给孩子们装上了蝴蝶翅膀 现在你们大家该醒过来了 快点睁开你们的眼睛吧 我要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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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变成蝴蝶了 小马佩德罗睡得正香呢 醒醒 醒醒佩德罗 怎么了 妈妈 我上学迟到了吗 不是的 你现在就在学校里 哦 我成了一只蝴蝶 没 没错 我们都变成了一只蝴蝶 我们是小小蝴蝶青黄南山 拍到这美丽翅膀能玩一整天 我们是小小蝴蝶飞过天空 我们飞飞飞扇动着翅膀 佩奇喜欢扮演蝴蝶 大家都喜欢扮演蝴蝶 bardzo不错 感到有点儿的心 对来背景 刚才看起来 我一直 fez那个